老師折文課本沒帶 老師剛剛魚國含拖打我 老師得的信賴皮疏了沒去跑操場 老師剛剛打他偷摸啾啾沒洗手 甚至連自己的好姐妹朋友圈 私底下做什麼講什麼都要去打小報告 哈囉大家好我是打打CM 今天不跟大家文走走溫良公檢讓那套 今天我要來幹狗霸凌人 支持新聞上那位所謂的虎媽 最近那個駭人標題新聞 什麼虎媽充學校長國女學生 當事人發的簽字文道歉真的讓我非常痛心 大家有興趣可以自己去找來看 我要直接來講我的經驗以及一些社會的亂象 從小我就被教導要溫良公檢讓 一要忍讓 二不還手 三要公平正義 四要感動教化對方 幹哩娘 總之我小時候就是一個名符其實的大家閨秀 然後有一次我讀幼稚園 在土地公廟玩溜滑梯的時候 被一個小劍還打 還謊稱說我溜滑梯撞到她 我姐姐就要去找賤人理論 但我媽的前提是絕對不可以動手 而我媽當時也在同步跟對方家長協談中 那個賤人私底下對我們姐弟處處挑釁 在那邊說一些幹話 類似說 你媽真是白癡 還不讓你們動手 哈哈哈哈爽啦 你能拿我怎麼辦 所以我知道這種公讓 並不會讓霸凌者得到感悟教化 小學三年級時 班上有個愛打小報告的女生 為了擠滿五條槓 得到免死金牌可以抵罰抄課文 瘋狂的出賣朋友被記優異 老師折文課本沒帶 老師剛剛魚國含拖打我 老師得欣賴皮疏了沒去跑操場 老師剛剛打他脫摸啾啾沒洗手 甚至連自己的好姐妹朋友圈 私底下做什麼講什麼都要去打小報告 你不要以為他是正義理人還撒小 那是因為你沒看過賤人私底下用的是什麼招 打打你怎麼了幹嘛哭 有什麼事情可以跟我說啊 我今天的羽毛球忘了帶 下午的體育課怎麼辦 沒事啦 你趕快去跟別人借就好啦 於是我順利的借到了羽毛球 老師打打今天沒帶羽毛球 偷用別人的 他在老師的眼中就是一個得力的小助手 雖然我估計老師應該也是瞧不起他 但是因為老師的庇佑 班上根本就沒有人能夠表達對他的厭惡或不滿 我不知道是哪裡惹到他真的非常碎小 有一天我開心的去盛飯回到座位上 結果被老師吼了過去 他淡淡的問我湯匙是哪裡來的 欸 是我帶的啊 然後他就暴怒拍桌說我明明是偷來的 那個賤女人在旁邊哭個死人骨頭 推波助男老師的情緒 讓劇情繼續往他的劇本演 老師斷定我這是說謊還不知悔改 但我並沒有哭 只是淡淡的瞪著他 後來成完伴老師讓大家坐在位子上 用怒吼飆罵的方式收辱我 所以我在大家面前還是 經不住淚水的哭了 我很希望我當時有情緒崩潰 幹搞他但我沒有 只是惡狠狠的瞪著老師 然後說一句我沒有 結果很戲劇性的有個男同學 站起來說我傷心達達 然後才有好幾個人附和 老師才作罷不罵 寄我罰鈔三次課文 把湯匙給了那個賤人 要我自己負責任 所以那天我午餐沒吃 同學趕緊吃完飯後 要借我湯匙 但我也當然就沒心情吃了 就是默默的罰鈔課文 哭著罰鈔課文 回家後從此我的兩座便當盒中 少了一根湯匙 四年級的時候 有個男生瘋狂欺負我 不僅打罵又推又撞 有一天還發神經 把我所有的水彩顏料都擠在我桌子上 於是我就非常憤怒 失去理智抄襲水彩盤 射向他的臉 於是他的左額頭血流如注 從此流下疤痕 但因為雙方父母互相體諒出力得很好 所以我們後來成為最好的朋友 常去對方家玩 有種腦袋的人會知道 我並不是在強調以牙還牙比較好 而是在群體中 若大家默示這件事情 也不將事情鬧大 根本不會有人去插小你 沒有老師的縱容你覺得會有這出嗎 很慶幸的有我這個前車之鑒 之後同學們的感情糾紛 老師都非常的謹慎處理 總結以上 論量公儉讓對美好的下賤皮子根本沒用 怪獸老師也不會庇護弱者 所謂的安分守己者 而製造事端 遠比撲鈺發生來得更直接有效 大家都說小孩遇到事情要主動跟爸媽說 你他媽是長了陰毛就記憶衰退了嗎 你小時候遇到丟臉的事情 最好還會去煩你爸媽 家長平時在那邊念念念念念 或是和諧吃飯的氣氛 那個氣場最好會match 就算有勇氣理性平靜的說出來 你沒有靠北靠步 家長最好會知道嚴重性衝去找老師處理 都說要讓小孩子適應群體解決問題 你已經長大出社會了 被毆打遇到事情都打110報警處理 那學校的社會 學校的正義是老師 你覺得小孩子跟老師講 有用嗎 因為談家長後 對於霸凌人的同學 你覺得他是吃了什麼 深海魚油 燕麥還是雞翼吐司 直到下一次不可以再霸凌別人了 後續你能保證他不會變本加厲嗎 大家都有童年 再沒過幾年就是家長了 拜託大家不要只會在網路上鍵盤正義 亂嘴別人 若不是體制失能 酬住奴門 誰會故意把事情鬧這麼大 你當每個人都跟你一樣抽壞嗎 你不要以為什麼新聞媒體 或是雜小文教組織出來批判兩句就是真理 他們連聽當事人述說原委都還沒聽過 不過就是對於新聞媒體去脈落化的故事做出了一些評論 安安他們不會負責當事人的小孩 甚至是你的小孩受霸凌後的任何後果 三英阿嬤幾歲人了可以不要亂跟風向嗎 最後我支持一位斥責打罵教育的人 你要用愛心來關懷他 還是用打罵教育 你為什麼又在學校打人 跟你說了幾十次都聽不懂 手伸出來 打罵教育 撕爛同學課本 把人家的書包丟進垃圾桶 那如果是我把你的手機摔爛勒 打罵教育 脫同學褲子讓人家不敢在廁所尿尿 褲子脫掉屁股趴好 打罵教育 用這種非黑即白的邏輯 謬誤製造極端化 一切的體罰 以牙還牙都是不對的 愛他就不要打他 留給他來打同學 寶貝你這樣不行喔 要多吃鮭魚燕麥 以後不可以再打同學耳光了知道嗎 如果以後再犯的話 你要記得跟老師說你有社交障礙 有醫生證明的 Oh my god 很棒的教育 Wonderful 不喜歡我的影片請幫我按個幹 靈娘 我是打罵 Samuel 我們永遠不要再見了 我們永遠不要再見了 1 2 1